为集聚优秀人才加入文职人员方阵 连而来 海军走进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等全国六十所重点高校 开展2025年海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宣讲活动 吸引广大优秀人才投身海军强军事业 在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 山东大学等高校 活动设置了专场宣讲 座谈交流等环节 针对学生普遍关心的身份定位 发展路径等问题答疑解惑 此外 海军新媒体平台和院校新媒体平台 也同步在线上发布招考相关信息 我觉得我对海军的印象可以用两个词语来改过 浪漫 神圣 海军与大海相伴 与大海共舞 批波斩浪 石城大洋 我觉得这是浪漫 神圣 是因为海军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使命 我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加入文职大家庭 为国家 为我们的军队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近年来 一大批优秀人才汇聚军营 加入海军文职人员队伍 在国防科研 卫禽医疗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今年 海军将发布教学 科研 医疗 工程等专业技术 及部分管理岗位文职人员招考计划 招考单位分布于北京 上海 天津 青岛等69个城市 其中 面向博士研究生和双一流建设高校 及建设学科的理学 工学 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 免比是直接面试岗位900余个 具体招路岗位计划 招路对象要求 招路程序将在军队人才网发布 欢迎广大学子和社会英才 踊跃报考海军文职人员岗位 在强军兴军的伟大事业中奋济扬帆 破浪独行 解法